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咱就是说白鹿罗芸汐确定没在谈吗 这段时间的娱乐圈非常热闹 给很多网友也带来了不少欢乐 大概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铺垫吧 真真假假的绯闻一大堆 但是偏偏集中在了同一天 各位明星更是为了自己的绯闻辟谣跑断腿 其中被造谣最多的 莫过于明星之间的感情归宿 比如杨幂和魏大勋领证 赵丽颖和逢少峰离婚之类 但这两个听上去就是假的 让人感觉一真一假的 是白鹿和罗芸汐的绯闻 两人因为合作电视剧 半时蜜糖半时商获得极高的关注度 关于被传领证结婚 罗芸汐的后援会也及时回应 称假的 实际上 罗芸汐和白鹿之间的绯闻一直存在 特别是从两人合作电视剧开始 为了让观众更加容易入戏 他们两个人的互动 可以说是所有CP粉的福音 甚至很多人都称 请所有企图炒CP的人 都向他们学习 两人无论是电视剧 还是宣传器的互动 都给足了观众看头 两个人在这部电视剧中 互动本身就是一对感情很深的情侣 而在剧外的互动 他们也非常尊重观众 大家都知道 现在炒CP很容易获得流量 但有的艺人又当又利 想要炒CP获得流量 但是又把自己的姿态摆得非常清高 比如凭借网剧 流利获得极高关注的诚意和原冰言 很多CP粉因为诚意在宣传舞台上的 必嫌行为脱粉 白露、罗云熙长月静鸣 夜恋爆红 两人隔空发文被抓包搞暧昧 白露与罗云熙因主演流量超过200亿的古装亨剧 长月静鸣 事业在翻红 两人一举一动都成外界关注焦点 近日网友发现两人母亲节祝福发文藏端倪 疑似隔空发糖 不少忠实网友见状都喊 原地结婚 罗云熙是四川成都人 是辣如蜜 不少粉丝都知道她无辣不欢的饮食习惯 不过她今年在超话的母亲节发文 除了满满一桌菜的照片 还可以放大红烧肉与番茄炒蛋两道菜的照片 眼前网友发现这两道菜正是白鹿最爱 她过去受访曾说 我喜欢吃偏甜的东西 番茄炒蛋偏甜口的 红烧肉也偏甜 不仅如此 罗云熙过去的母亲节发文习惯 通常是感谢自己的妈妈 但这次她写下 祝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吃妈妈香 身体备棒 节日快乐 祝福对象不止自己的母亲 还包含许多人 不少人怀疑她的发文对象 根本就是暗指白鹿的妈妈 对比白鹿与罗云熙的母亲节超话发文 两人主照的构图极为相似 都是一道菜为原心 其他道菜环绕该道菜的排列方式 而白鹿的母亲节发文 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想念家里的味道啦 对比她与罗云熙的发文 可说互相呼应 第一祝福的对象都是天下妈妈 第二则是巧妙以吃妈妈 相互应想念家里的味道啦 因此许多网友都怀疑两人隔空撒糖 值得一提的是 白鹿去年与张林鹤拍摄古装新剧 明安如梦爆出假戏真作 去年九月更二度被拍到她去南方家过夜 双方也被抓包穿情旅鞋 两人今年三月下旬 还被直击一起牵手录综艺节目100万个约定 过程中牵手自拍散步等 完全就是公费谈恋爱 日前白鹿线小母狗贬义女性言论风暴 她整个人变得低调 网络甚至一度传出 她与张林鹤已分手 而这次与罗云熙被怀疑母亲结格空撒糖 有网友秀出他们之间不寻常的默契 但也有网友分析两人只是营销服务 因为白鹿罗云熙早在2020年爱情都汇聚 半是蜜糖半是商就已成为好友 但一直都没听过两人绯闻 这次母亲节的撒糖发文 很可能只是长月静明的售后服务 真的能磕吗 白鹿罗云熙应该适合做过 最多次数的情侣搭档了吧 一般这种情况 大家会事先官宣磕疼 还是先造谣案头啊 拜托张林鹤老师让让罗云熙吧 她都35了 她这种搞笑男真的不能单身太久的 罗云熙助孤生的气质 把自己都迷倒了 记者让罗云熙二选一 要游戏还是要女朋友 罗云熙选择 要一个会打游戏的女朋友 如果女生会打游戏的话 对罗云熙来说是一个永远的加分项 如果女生不会玩游戏 但是学习能力很强的话 罗云熙也会考虑 因为罗老师 会亲自带女友上分 不过罗云熙认为 目前她处于男艺人的责任感 工作太忙 压根儿没有时间谈恋爱 如果跟她在一起的话会很惨 因为两人都没有什么时间在一起 但是吧 罗云熙老师说没有时间谈恋爱 但是她却有时间玩游戏 还说跟白鹿玩游戏的时候 直接被白鹿代飞 一般男生打游戏都会口吐芬芳 可是跟白鹿打游戏的时候 白鹿作证罗云熙从来没有骂过人 依然是个温柔得体的美男子 女孩子陪男孩子玩游戏 只有一个理由 除了喜欢还是喜欢 让一个男孩子玩游戏注意形象 也只需要一个条件 就是跟他喜欢的女孩一块玩 白鹿带玩游戏这一点 符合了罗云熙子偶的唯一标准 这一点宁细品 宁细细品 当然 更有趣的是 白鹿还是罗云熙的吻戏启蒙老师 两人有着亲过嘴的交情 谈起吻戏来也丝毫不耸 白鹿为了拍好吻戏 连夜收集了许多 韩剧教科书吻戏视频给罗云熙 让罗云熙学一学 韩剧男女主角是怎么亲的 在新剧长月静明拍戏现场 罗云熙主动加吻戏 霸道的要求白鹿 亲我 感情这是上一部戏还没亲够是吧 越战越勇 不过话说回来 导演才是真的难吧 别人的吻戏都是暧昧感十足的拉扯 而白鹿与罗云熙的吻戏 是头发勾在一起 主打一个千丝万缕的爱 是用下巴打架 主打一个正主磕头的爱 正因如此 齐景玩吻戏的导演都不喊卡 任由两人发挥 毕竟拍戏的时候 他俩正经的时刻可不多 罗云熙你家加油吧 我们是真的喜欢这个嫂子 而对于拍完吻戏后的感受 白鹿的回答很不官方 他说的是跟罗老师拍吻戏很开心 还把剧中各种名场面的吻戏 回忆一个遍 许多虎狼之词闪现 记者还问到 有没有一瞬间对罗云熙动过心 白鹿的回答好危险发言啊 他没有一点点犹豫 用一正言辞的语气直接说 拍每一场戏都在对罗老师动心 动心都是应该的 白鹿啊 你在这样子采访的话 可真不怪大家要造谣了 女明星的包袱是要剪一下了 你认为白鹿罗云熙般配吗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看法吧